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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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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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当下的使用的每个法门都有力于承道 都是指向承道的 否则都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是 你散乱的时候回来听 因为你之间不够嘛 你就多听开示 那就不断的不断的听 到底这个佛学是什么东西 不断的听经典听开示 然后哪怕你唱歌跳舞 哎呀我烦死了 我现在唱个歌 但是空性症结在那里 那这个唱歌也是个方法 是敲心的一个方法 这个唱歌只要安下心来 对空性症结有帮助 那你也在承道 就是说你在空性症结指导下 做任何事 你都是修正 你就没脱离修正 但没有释迦牟尼国指导 那么你做的事就不是修行了 即使你坐在坐点上都不是 切挂我们会有恐惧也有 对畏惧也有 关心切挂都有 比自己爱的人 或爱你的 或者我爱的对孩子 对父母 对老公 对老公 是吧 这切挂一定会有的 担心也会有的 对他们的恐惧也会有的 但随着修行 只是你的切挂 各个担心 你不会 就是 你也会有 你会转成立种 你的爱就扩展到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不是只是我的我 因为你在我的我 就是说 你比如为我孩子去操心 为我父母去操心 那还是因为有我嘛 你不是真的是为孩子操心 不是爱孩子 你是爱我的孩子 知道吧 别人的孩子 你从来不操心了 是吧 所以你不是爱孩子 所以这种 这种 为什么因为操心这个孩子 就放不下 挂在这 很多人都说 我别的都能放下 老师 我就放不下我儿子 我女儿 是吧 这个太难 这亲情太难断了 不用你断 不是说修行人 修了行就六亲不认了 连儿子也不认了 不是断 是你要看清楚 因为为什么 你是真的爱孩子吗 你不是 你是爱我的孩子 说明孩子这个事情 如果只是拿出一个孩子 你是不爱的 孩子这两个字你是不爱的 孩子 任何一个孩子你都不爱 你只爱我的 那说明跟你有血缘的 那是那是爱你自己 知道吧 那爱我的 那佛学最一起步就是无我 你先破自我全破 他把我的破了以后 但我就是在禅定里面破的 不是你坐在这乱七八糟乱想 就能破掉 想的全是我的 你坐在用意识层面想 我我烦恼 我委屈 我不舒服 我很孤独 我很寂寞 我很寂寞 我有病 我没病 我散乱 你想的全是我 你看看你从小到晚 我儿子 我老婆 我老公 我老婆 全是跟你有关系的 你从小到晚乱想的 全是我 我我的 我我的 这个我才是个大问题 知道吧 解决我的问题 佛说你无我 三位是个主意 但是你这个不正 你是看不到的 你体验不到这个无我的境界 所以你在 你在 入不动在这条做的时候 你会进入六根虚妄的状态 就是你的一耳鼻舌 因为你坐在这儿 闭上眼睛呢 借闻觉知的一切 对你不影响了 你心如入不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这个六根 野耳鼻舌声音 跟色声相会触发 就是内景外景 这两个是假象 因为你的世界 就由我跟我的 对境产生的 比如我 这是我的杯子 所以你拿走 我会很伤心 知道吧 连这个杯子都是我的 你拿走都会触动我的情绪 我会牵挂 比如我这个杯子 被你拿走了 其实不是说我躲 我躲历史 我舍不得 假如说我不是个休息人 你拿走我杯子 拿走我 说也不说 就拿走了 这件事你知道多难受吗 我可能三四天 就会沉浸在这件事里 你说我舍不得 给你一个杯子 但是你没跟我说拿走 我就受不了 这个理不通 是吧 很多人是讲理的 不讲杯子 但是你凭什么 拿走我这个杯子 然后一个星期很生气 哎 这就是我的杯子 要是这个杯子 是你的 关我什么事 然后我会劝你 哎 就放下吧 不就拿走我个杯子吧 但是我的我就不行 知道啊 这就是理到了 功夫不到嘛 不是我们挂的 有时候不是说我儿子 我老公 只要是我的啥也挂 我告诉你 有时候一句话 你骂我啊 是吧 你是不是讽刺我 是吧 一句话你都受不了 连一个毫毛都没伤到 你都不行 你骂我 自中心嘛 我面子往哪放啊 你看发现 能让你受苦受难的 却是因为有我 但是这个我到底是你的身体吗 那骂你一句 连一个毫毛也没伤到 你伤心啥呢 那伤心伤了你 心在哪里 那到底哪块伤心 眼睛伤心了 鼻子伤心了 心脏到底受委屈了 人家脏气有没有受委屈 是你定义了有个我在这儿 定义了我 生于几几年 未来死到几几年 有一个我在虚空中 你定义的 有个我 这个我在受伤 这个我受伤 然后身体我还有 我有绝受嘛 你看我伤心了 至于找伤心哪块 不知道 反正我伤心了 反正我不舒服 是吧 你说是膝盖疲分身 哪儿出问题了 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伤心 心在哪儿 你不知道 但我就是难受啊 我就是不舒服啊 我贪嗔痴脉也犯了 在哪块犯了 你从哪个细胞 能够找出贪嗔痴脉也来 他不知道 我犯了 我有病啊 是吧 你看你这个我 全是你头脑定义 用意识层面定义出来的 包括你的绝受 你觉得痛苦啊 大家极端的 这些不说极端的痛 都是你定义的 色受想行识 那就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 都是都是空性的 只是你定义了 这个世界都是你定义出来的 何况我的 现在你定义了我的执着在我的里边 人力就是执着在我的里边 任何跟我的持上关系的都受不了 我告诉你 包括这个杯子拿走我也受不了 至少三天之内我梦梦也能梦见他 举个例子啊 他他他就是哎 骂你一句你受不了 虽然没伤到你自重性受伤了 是吧 因为你骂我 他说我没骂你 我只是说了那个名字 比如说若萱 那家是同名同性人多的是 根本就不是说你若萱 不是指你啊 是另一个若萱 但是那你不早说怎么 让我伤心了几天 你看看这就能能扯到这种程度 骂另一个若萱 这个若萱没解释 这个若萱受伤了 那个若萱说 说他呢 我不受伤 明天改了说说 不是说你是说他的 他马上受伤了 就这么无常 就马上能受伤 而且这个名字啊 名字是谁取的 老师取的 老师有关没关 老师取了个若萱 若萱不是受伤了 不是 谁取的 你妈妈取的 或者是什么 那 这就是个假名 这就是个名字啊 骂这个名字 你也说不了 那我的名字 你妈要不起这个名字 就啥事也没有 是吧 我们只要是我的 跟我扯上关系呢 却有问题 你看看问题出现了呢 你认为有个真实的你在这 这就叫佛学里面的我执 这个世界你一生下来 就认为有一个你 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说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骗局 六根啊 所以佛一开始就施打结果 但这个对人力说 人力不会小心的 怎么会是幻境呢 你看我疼啊 我痒啊 我得病啊 我全身怎么是幻境呢 我是个物质啊 我心肝脾肺身啊 我筋骨皮毛啊 全在这儿 我怎么是 我怎么是个幻境呢 你看现在知道三地四地了 那个头也很真实的 你能当成幻境 有时候你都不到幻境的 那如果这个是幻境 我在哪里呢 这我肯定不是你订一订出来那个我吧 我受伤的那个我吧 或者我幸福的我快乐的那个我吧 佛说你有一个永恒不动的叫如来 一直在那里 这就是佛的最高界底了 你是如来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如来 从来没生死过 不生灭的 永恒的 寂灭的 涅槃的 这叫不生灭叫涅槃嘛 永恒的 永恒的 这就是你找到了 永恒不死的 永生不老就这样找到的嘛 但是现在你看不见嘛 为什么 因为你被我跟我的占据了 你扯在我的里边一大堆问题 现在这个如来在这你看不见 每一个人都是啊 所以休息就回到那个 寻找那个如来嘛 这个如来有多大 就跟我的一般大 你我的有多大 他有多大 而且七大五百七小五内 你说我的是个细菌 那你就是 如来就细菌大 你说我的是个 三切大切世界 是个银河系 那我 那如来就银河系那么大 如来无相 所以你看全凭你就是脑头脑在想出来的 很多东西都是你一年想出来的 过去不是你一年想出来的 过去在哪里 是吧 我说过去无量节刷过那边 未来无量节刷过那边 然后过去未来全不是这个念头 念头来念头去是吧 你停下念头啥也不是 意识一停下来啥也不是 见闻觉知全部变了味道了 你见闻觉知到的会 会成了就是外滑桶啊 不断的声面变化 根本就没有一个定向 如果你执着认知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的 这个世界就形成了 你的世界就固定了 你的痛苦也会定在那 你的幸福也会定在那 你认为痛苦 那就你持续的痛苦下去 因为有你嘛 所以破我这就是破这个 你头脑中 你固定的认为有一个真实的 你存在的三维 这就是我们从生下来 就是一个骗局 就这有些破我执 破了我执再破法子 法子就是你认为有你 所以有我的的一切 你的世界 你的祖国 你的地球 银河系 太空 说破 包括佛菩萨 包括你想对异的一切 因为你产生的一切 包括文字概念 全部破 叫法执 破了这两个字 你就成佛了 欺骗你的都消失了 你就如如不断的 真实的出现了 这叫成道 你说怎么去牵挂 有我的一定有牵挂 所以佛学到最后 不是解决你的每个烦恼的 说我今天很烦 怎么解决 唱歌去 跳舞去 也许就像 我抽支烟 我喝个酒 我几个干嘛 除外都可能 这都真的能解决烦 有时候 是吧 爱喝酒的喝多久 爱抽烟的抽支烟 爱唱歌的唱首歌 跳舞 他只要投入到他 他那个 其实他也是 投入到了另一件事情 把那件事情忘了嘛 但是这种投入 如果没有佛学的 空性政界指导的话 这种投入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 你今天唱着 你喝个酒 解决了这个烦恼 酒醒了 又烦了 是吧 你去唱歌跳舞 唱首歌好像展示很多 回家看这些事情 又烦了 是吧 那些事情不一定能解决 就算今天我解决了这个事情 新的烦恼 是不是又会展示 但是如果你在空性政界的指导下 随着修正 你也许一下解决不了那个问题 还不如唱歌跳舞了 但是你在做这些 修了定力 有一天你彻底解决了 一旦你解决完 永远不会烦了 就说大自在境界 所以修行会进入观自在 观自在 观自在 就是得大自在 大自在就是再也不烦了 知道吧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控制你 没有任何事情 我有问题也不烦 我的有问题也不烦 但是不代表你不解决问题 我跟我的 你不烦恼你解决问题 才更有智慧 你烦成一堆了 孩子有问题 你烦成一堆了 是不是你也有问题了 是吧 本来一个问题变两个问题了 是吧 你怎么有能力解决 你还在通事管孩子的问题 还得把自己调好 因为自己好烦啊 是吧 活也不想活了 你还解决孩子的问题 如果孩子有问题 你都不想活了 你还管啥问题 明天说 哎呀烦死了 我不想活了 我想自杀死了 算了 我不看了 你比孩子问题还大 这样 是吧 应该先解决你的问题 是吧 不能家里就一个问题 现在变两个问题 另一个说 你不活我也不活了 变三个 是吧 你还怎么解决 然后还说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解决不了 知道 从根本上解决 我是个假的 我的也是假的 是吧 你说假的也没关系 老师假的我也操心啊 你说这个假的没怨 你假的我也爱那个孩子 也牵挂 你让我假的放下 我放不下这个牵挂 他走到哪儿我都心 跟着跟着 揪着揪着 是吧 你没功夫 知道吧 你可以 你活不在当下 你是带着牵挂活着的 知道吧 你爱孩子 你不带着牵挂 也能更好的爱孩子 不是牵挂就是爱 知道吧 牵挂那叫无名 带着牵挂去爱孩子 那叫无名 带着智慧爱孩子 才叫圆满 那才是真的爱啊 那才你真的帮到孩子 你带着牵挂 爱孩子吧 那只是关注 孩子会不自由的 有一天他会逃离你的 他走到哪儿 你心都跟到哪儿 你说多难受啊 是吧 你妈 你走到哪儿 你妈现在心跟着你 一会儿有个电话 小猪啊 你在那儿好不好 你晚上吃啥饭了 你肚子疼不疼啊 你烦不烦 我告诉你 对吧 有一天你会把电话卡了 我再也不跟我妈碰话了 我累死了 你觉得这个爱 你受得了吗 对吧 真的是 这太难受了 知道吧 这种爱是没有能受得了 是 他信任你 连最基本的信任你能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到二十岁他都觉得你 你出去会被雨淋伤 会被冻伤 你都吃饭 你会吃到肚子 二十岁的时候 你有能力解决小孩子 你说两岁的时候 你不会 二十岁的时候 他就不应该管这些问题了 是吧 你需要问题大家商量 很多问题需要他自己是锻炼了 是吧 就不应该管这些问题 到你四十岁的时候 你也成家立业了 你根本就不用问你任何问题 你主动跟他谈就行 不谈就是问都不问了 你管好自己就行 把自己管好 吃饱穿来 翻过来 你管好自己 你就是在帮助他了 互相不要担心 不要切换 这就是 这才是爱啊 不同年龄段 爱不一样的 是吧 十二岁以后 给孩子一点点空间 给自由 让他去成长他的思想 十八岁以后 让他去锻炼成长 飞里鱼里去跑 你给他这样的成长机会啊 这就叫爱啊 这才是爱啊 这不正于教育无关 这是一个父母那些的 我们爱孩子也要有点素质的 这个真不是说 我们的内海不够高 我们文化程度不高 我们可能是博士 可能 这个问题都是功夫的 你切挂真的是切挂 你心心念念的睡不着 你挂着他 为什么 你没修炼这个功夫 放下切挂去爱孩子 切挂首先是你不信任他 是吧 你觉得他搞不定自己 他全靠你了 你就那么伟大 人家就全靠你了 是不是 人家未来的幸福 就在你手心里了 你能给人家一生的幸福 我就不信 自己都没搞定 我看你 我都不幸福 还给人家一辈子的幸福 你为啥不让去 取得各种机会 让自己成长 我们能给他建立的平台 我们要给孩子建立 还有也是要了解孩子 有的孩子 一定要自己飞翔 他才能锻炼的更坚强 有的孩子不需要 有的孩子 你觉得他已经够坚强 他可以了 他很独立 他只是需要机会 那么去创造这个机会 给他 起飞的平台 有的孩子需要磨练一下 你才给他平台 就让他先磨练一下 因为你给他的平台 他飞不起 他也一头摘下去 我告诉你 你白给他建 所以也是 当孩子要飞的时候 你看看孩子是什么料 真的每个孩子都希望 孩子成龙变虎 真的是 看看孩子的材料 然后如果是这种小鸟 给他个小枝鸭就行了 你不要给他大海 他会飞不过去的 给他个小枝头 让他搭个窝 生活就行了 是吧 如果是老鹰 你给 苍蝇 那种鹰啊 雕啊 你给他个蓝天 你就得给他更广泡的 给他思想 让他去自由到 在思想里面奥向 即使他 没有机会 他暂时在屋檐下 局着 他的眼光 智慧是深广的 他在屋檐下 他也觉得自己活得很自在 否则就憋死他了 知道吧 你要给他思想 你看孩子嘛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限的 父母都是 都能力也是有限的 是吧 给他能给的就行了 我们已经做过 已经尽到父母的责任了 给不了的也不要泄气 不要觉得 哎呀你看人家父母 我给我给不了 不要拍比 给不了就是给不了 皇帝也有给不了孩子的问题 你看那后宫的皇帝 你王位只能传一个 二十个儿 没有王子 其他的都干掉 知道吧 不然是真嘛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满月的 因为你给的 还是他要想要的 那皇帝说 哎呀我一个给你当太子 剩下的分王呗 那些说我也想当太子 这么杀来杀去的 皇帝没办法去杀了 孩子不想要啊 你给的是他想要的 他才感恩你啊 真正的好孩子是 父母能给什么就给什么 给不了的自己去奋斗 这个孩子就差不多了 比较成熟 如果这个孩子你给的 他不改了 他就要那种你给不了的 那这孩子没教育 咬孩子 我们真的是 又不是欠了债 不能一辈子 把孩子给自己 狂暴在裤腰上 一身被他说狂 你又不是咬了个债主 是吧 而且心甘情愿的 说我心甘情愿的还债的 是吧 你那样会把孩子 这是搞坏的 不是心甘情愿 不是你心甘情愿 他就心甘情愿要 知道吧 你要从现在不修炼 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孩子都大不断 你的小一点 他的小一点 你们还 我们都 我们要还把孩子 跟自己固在裤腰带上 还要挂着 挂着 走到哪挂着的话 我们也是个不成熟的父母 知道吧 不是孩子不成熟 你就不成熟 知道吧 遇到点逆境 孩子还没哭 我们就哭成一堆了 稀里哗啦 那可怜孩子 还是人家还征服喜马拉雅山呢 是吧 准备摩雀擦掌的在底下征服喜马拉雅山 然后爸爸妈妈在家哭 哎呀山上冷啊 就那样 是吧 我知道我看你玩笑的 我说 这些字好像要跳出来 跳出来吗 就这儿哗 快出来 你操心嘛 我就说 你就慢慢 就按出按出 过两点就好了 你好长时间 这一块气就叠住了 就是求人求的 我就一直跟你说 就想为孩子求这个求那个 一直吵醒一直担心 半成半不成 就这样子 就是 弄出心病来了 我告诉你 是跳得好 不是想自由 自由也不是随行随意 我想抱着 你是压抑的太久了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哎 你努力过了 你拼命的努力 但是呢 都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不是就不是吧 是吧 那说明有时候是我们调节不到的 有时候是诸约不记住 有时候是人家孩子自己的命用 你改变不了 改写不了 你能改写什么是吧 佛菩萨有时候改不了 就是继续修 对你就是继续修 有一天你会自由自在 我们不是要自由 是要自在 这个世界真也没有什么可以控制我的 这就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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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灵 用力量上的喔 我们继续修 一切水灵 它把水灵尾气 吹出了 那时候 他以为自己的水灵 有给力量 在河浮沙浮沙浮沙浦寨 这许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